从小就开始进入比较深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爸爸或妈妈把孩子的需求放到后面 把他自己的需求放到前面 如果有这样的状态你要先想一件事是 你当初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对他的期许是什么? 一段关系就只有一个目标 你对他的期许有可能是健康平安 那如果他达到了 不就早就达标了呢? 那还要比什么? 生活想成师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室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从小可能我们要跟别人比成绩 长大了要跟同事比业绩 就到后来很比人气死人 这世界上其实永远都会有人比你还厉害 永远都有人比你还要好 所以这一集呢 Ariel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离开这样心理的找你 让比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动力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喜欢比较呢? Ariel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Leon Fasting Learn 他就有提出一个叫做社会比较理论 当我们缺乏客观的一些资讯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抓其他人来跟自己比较 其实比较他根本上其实是在建构 社会跟个人价值的一个相对位置 就是我知道我大概在哪里 所以比较他没有办法避免 而且他原本的原意是 在我们往上比较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想要找到 我们自己内在更多进步的动力 让我们变成理想的典范 当我们向下比较的时候 其实某个程度也只是希望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为我们人生所努力的历程 这些历程奠基层为你内在的 自我相信跟自我价值 让你更有自信 他本身是好的 但是当你向上比较的过多 或是向下比较的过多 其实都会让你失去很多 内在比例的平衡 只会让你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 或是觉得很自扰 让自己很了不起 这两个极端都会让你停止进步 那现在人呢 为什么比以前的人更容易比较了 其实网络的普及 会让我们接触外在的事件 人事物变得更多更广 他本质上是好意 让我们有更多学习心知 满足我们好奇心进步的动力 美其名是这样 当我们接触过多的人事物 然后你又没有去顾虑这些东西 对你的影响跟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你没有进阶的去批判性思考 去消化这些东西 而是照单全收这些资讯 你就会发现你follow的这些名人啊 典范啊 过多的时候 你很容易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 加深了你怀疑自己 甚至让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弱的风险 你有想过其实他过得不好的时候 他并不会放在网络上让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会从这些媒体上 忽略了更多真实性的讯息 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 这是常态 有这样的现实感提醒自己 帮助就是让自己能够有更客观的标准 去看待真实的生活样貌哦 那要如何改善我们比较的状态呢? 就是去减少你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 那我自己是设30分钟啊 我觉得30分钟真的就是比较合理 但有些人没办法 你可以从减少30分钟开始试试看 当你减少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紧急的非理性讯号 告诉自己说 我是不是不好 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够 我是不是还要很多进步构建 如果你充满了这些不太理性的这些评价 其实只会让你往下沉沦 完全不会进步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比较免不了没错 但是比较后面所下的作结是可以避免的 什么叫做下的作结? 当我们去看到我们理想的典范 我们理想的名人的生活样子 你想要为自己做改变进步的时候 你下的一些作结是 他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真的很烂 他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真的不好 这就是下作结 我们不要做对自己人生没有帮助的事好了 我们应该做的是 他这样这样这样 那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 最关键是先从使用社群媒体30分钟开始 再进一步让自己在比较的时候 不要再下作结了 因为他对你真的没有帮助 从小就开始进入比较深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觉得有两种特质的人 我们要避免 第一种其实可能是 焦虑的爸爸或妈妈 可能会让你进入这个比较的循环 把孩子的需求放到后面 把他自己的需求放到前面 因为他所有的比较都是在满足自己的不安全感 如果有这样的状态 你要先想一件事是 你当初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对他的期许是什么? 一段关系就只有一个目标了 你对他期许有可能是健康平安 那如果他达到了 不就早就达标了吗? 那还要比什么? 第二个是 为你好的爸爸跟妈妈 他们生到一个特质就是 他们永远希望你可以成为激励自己的动力 甚至他怕你太颓废 怕你太懒散 所以他的比较实际是为了激励你 我们后来发现 他是真心不知道这样的比较 会造成一个人的自信心越来越差 因为他的比较背后良好的初衷 是希望你可以为你自己负责 他希望可以让你越来越好 你自己知道你在干嘛?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 其实会让孩子伤害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核对孩子有没有为他自己负责 就是你去询问他自己 有没有为他自己进出最大的努力 那个努力不是客观的指标 不是他花多少时间读书 花多少时间去赚钱 花多少时间做什么 而是他主观上有没有旧心尽力 当你抓客观的时候 你忽略了他自身的差异性 有没有可能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有没有可能他最近心情不好 有没有可能他最近遇到一些事情 所以导致他在努力上辱进了70% 欸!70%是你觉得客观 但主观他已经100%了欸 所以你要核对的是 他当下有没有借心尽力 如果你真的希望他好 你就想想看一个顺序就好了 健康、平安、快乐 甚至是他性格善良 还有他的成就、薪水、成疾 这几个东西 先后税序到底是哪一个 你自己比比看啊 你心里就会知道说 那你该在意什么事情 而这个东西达标了 是不是就先这样就好 其他只要核对他是否有尽力 因为当你去比那些次要的东西 其实只会让他抹杀他的自我相信 跟他的自我价值 那他就动不起来了 那我们到底怎么化比较为进步的动力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就是请你跟昨天的自己比较就好 你发现今天比昨天还要进步了 恭喜你往你更想要的人生前进了 你跟昨天的自己比 一个礼拜的自己比 一个月前的自己比 甚至一年前、十年前的自己比 你可以去对照这段过程中 你有没有哪里不一样 想法上、能力上或是外在上等等的各大变相 有没有哪里不一样了? 如果你更建议他们 诶那也很好啊 我觉得跟过去的自己比 这才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这才会激励我们往往更想要的去进步 第二件事情是 目标这件事情 你可以也把它想成一个大海 它没有一个正确性 也没有好与坏 就是请你不要拿别人的标准当自己人生的指标 你只要拿别人的鞋子穿在自己脚上 你是不会快乐的! 你会破皮的! 因为那个东西适合它不见得适合你 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选择 只有最适合的选择 只有你坐下去了 发现如果不喜欢 也不要指责评价自己 那我们就换方向就好 那我们就换选择就好 最终回到自己身上以外 你也要找到那些东西是你最心想要的 否则 你不小心做到它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 你也不会快乐的 因为它终究是彼岸的人生目标 不是努德 希望最后这些发誓 不管是跟昨天的自己比 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去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典范 去激励自己往前的动力 那以上方法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啰 掰掰 料部不能抽太多包啊 奶嘴要喝得多啊 牙齿要长快一点啊 诶!没完没了耶 你要比到什么时候? 难道你要比到他年老的时候 死的时候都要活最久吗? 不可能啊! 我们没法控制这些东西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